字幕防止 我要愛工作 也需要愛情 只要這樣做 職場 情場 都得意喔 我自已婦女 你看那種洋片 突然間也是有一種心中的悸動 上班上一上 看到一個心儀的男生 雖然自己有婚姻 但是難免心裡會那種 我上次不是講過嗎 到目前為止 我只看到一些次好的 都不是最好的 我老公最好的 我講到一個 對 OK 剛剛講到一個真諦了 就結婚22年還能維持 保有工作跟愛情 剛剛就是真諦 一定要講這種話 真的 事實的話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講給老公聽 講給男朋友聽 就是剛剛那種話 你怎麼說每一集都會看嗎 常常 我幹嘛真的用對地方 而且你對我的那個他都知道 你都知道跟我吃 來 來 發一句來聽 好 首先聽你看他調皮 吃上好不好 工作 愛情都重要 雞雞 對 上一位工作呢 也是談戀愛Juby 看雞雞 雞雞 好 歡迎雞雞 下一位職場情場 最近都很得意喔 黃小柔 嗨 大家好 我覺得職場情場到得意 一定要下功夫 今天這一集肯定要看 來 歡迎小柔 下一位事業家庭都顧得住 余皓然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老公 你是最棒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狀況我講不出了 好可愛喔 其實我也講不出來 但剛剛聽到徐薇老師講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講 老公你好棒喔 很正面 這樣是很正面的服務 其實大家來比噁心啦 當然會比噁心 他第一名幸福人 其實也好勝利 可以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你囉 有時候呢 適時向你的男人求助 你會變成一個 更可愛的小女人喔 耶 YAPPY 世衛的 我覺得工作跟OL比較不像 可能在娛樂圈 那要怎麼樣兼顧愛情 這就是另外一個學問 對 對不對 對 小柔 你這種來來去去男友 對 對 我跟妳講話 說其他的人來來去去 就是其實桃花韻 其實一直都有 但是你真的要好好選擇一個 然後才能把愛情留住 而且其實是要有撇步的 因為我們常常 像其實我跟OL比較相似的是 因為我自己有創業嘛 對 那因為我們常常在去創業的時候 或者常常比如說 要去跑業務的時候 我們可能講話就會比較直接 然後可能就是久而久 只是講話就會比較有霸氣 把工作的那一套 萬一帶到感情 倒楣了 就是本來是說 應該通常遇到狀況的時候 就是說女生應該是怎麼辦 應該要這樣子 可是我們的個性是 我跟妳講 等一下 我跟妳講老闆 就是等等等等 就是幫工作處理好 他就覺得哎唷 突然間忘記 太強勢了 所以有 就常常會忽然忘我在工作上面 那幾個嚇跑了 至今 是沒有到嚇跑啊 但是基本上 大家都會聊到這件事情說 其實我覺得就是小柔有 之前太強勢 對有些部分是太強勢太自我了 妳歷任她每一個聚集在一起聊這樣 沒有 沒有這種嗎 沒有這種嗎 太強勢了 妳也太豁達了吧 不是吵架的時候 他們常常會跟我講 所以妳就是這樣子 對她說柔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強勢 所以每一個幾乎都有想要這樣 妳應該改名指標黃小柔黃小剛 對 我跟妳講 我家的人就是因為怕我太不溫柔 所以才叫黃小柔 就是叫月光 所以其實妳知道 叫有柔的名字的人 其實個性都蠻髒的 對耶 妳也是 我也是 對啊 妳們就是想要用柔去補這個 以柔克剛啊 但是就是像我們現在年紀比較長 比較親手女之後 妳就會知道說 其實有些方法 還有一些方式 其實妳這樣子稍微示弱一下 妳會發現 哇 更輕省 原來可以這麼簡單 就有這個愛情的滋潤 因為有時候不調整 那幸福可能就跑掉了 真的啊 因為以前就是直接吵架的時候 就會槓起來 就硬碰硬 但我們不是硬要吵架 但是就會覺得說 我就明明沒有錯 為什麼妳就要把這些生氣的東西 攬在我身上 後來妳會發現說 可能男生他只是想要抒發情緒 或者是他只是想要得到妳崇拜的眼光 類似這種 然後慢慢的 我就會比如說 我就會跟GG兩個人討論說 那怎麼辦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討論下來 就說好 那不然先用這招 然後 對 妳說的都對 妳怎麼這麼厲害啊 Baby 然後他就會 可是感覺還是 其實不是發自內心的 可是這時候 跟以前比起來就比較順很多啊 對 男生很笨很容易騙 男生看不出真假 對不對 浩然點頭了 因為我今年結婚18年了 其實也是在相處當中慢慢的調整 但我覺得女人就是 就是回到家衣服一脫了之後 你的角色 不是 上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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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一直到結婚第八年之後 我才慢慢的才開始改變 你看還是要花花呢 整個一個 昨天打電話 Gigi 我們明天就是愛麗絲啊 一月子 然後想要出來晃一晃姐妹聚會 走 一起 她說不行耶 我明天一早啊 我就是要去海邊 然後我講 就完全就是跟以前不一樣 旁邊應該她的男伴在 就是她現在就會 其實這樣是好的啦 對啊 就是不能跟我們這種 就是太長 怎麼那麼熱啊 混在一塊啊 最近 感覺有收穫 是捕魚嗎 收穫 這還不錯 最近豐收啦 所以講了這麼多 女生再怎麼能幹 她那個千古名言 她說女人就是要被寵愛 要被愛 男人就是要被崇拜 被愛 搞定這兩件事 男人從女人搞定 女人崇拜男人就搞定她 對不對 問題是蠻難做的 有時候事與願違 我們來看看怎麼樣做 可以讓你做到職場 情場都得意 好 第一個情形是 不要在約會的時候抱怨工作 對 這很煞心情耶 女生常常會在那邊 嘰嘰歪歪的笑 真的 嘰嘰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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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像我可能以前就是可能在談戀愛的時候 然後就是可能當天工作不順 然後我就剛好可能約吃飯 看店員會講說我今天工作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對方 因為他可能也很想幫助你 他想要讓你變比較舒服 心裡比較開心 他就開始頭頭是道跟你講大道理 但是我們並不想要聽大道理 女生很不喜歡聽大道理 就是你那時候就是 我就只要你安慰我 但我不想要聽 抱我一下啾咪一下 所以那時候就會有很多的爭吵 但後來我就開始學學學 我就想就發現就是 撇步還滿重要的 譬如說可能我可能 就今天拍照走了一整天 我可能就會傳一個照片給他 就說這好酸喔 或我今天穿錯鞋了 然後我要呼呼或什麼的 呼呼啦 這個事情很會好不好 他很會耶 柯柯是怎麼樣 就是呼呼 好可憐喔 就是呼呼 對呼呼 對 然後他就會知道 就是菁姐很清楚 你幹嘛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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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說呼哪裡啊 呼呼 我問一下 這次你男生代表黑人哥 如果你的女朋友用這種方式 不要說什麼我要暗暗 我要呼呼 你會怎麼做 你的女朋友對你這樣 這聽起來就很爽了 你真的會覺得很爽 因為從來沒有聽過 很少講 很少講 對 可是我覺得不要抱怨是不好的 那如果是請教呢 請教就OK 好開心 很開心 會很開心 其實我有試過 你會請教嗎 everything 哇 請教吃藏 其實我即使找就懂了 好煩 我剛剛好酷 誰要做酒給吃藏 有時候會看 有時候不會看 明明我大概知道這件事我要怎麼處理 我已經有答案了 還是會想要問 還是我還是會問問他的意思 我最近都會這樣 對 我跟我老公是在同一個行業裡面 所以就很容易發生爭執 對 那以前我就會常常 譬如說接一個通告這個話題 我可能就會很不高興的問他說 我不想要聊這個話題 他就會開始以前輩的姿態就會講很多 那這時候我就會回答他說你不懂 你知道男生 答氣 對 關鍵字他講的關鍵字 炸掉 絕對不能跟老公或男朋友說你不懂 然後那一次講完之後我們就發生爭吵 我跟你說 懂這個字絕對不能和你搭配 要和我搭配 我不懂 你不懂 你懂嗎 這種都不好 我懂了 對 有一個負面正面的反應 真的 因為男孩子他自尊心強 你只要講你不懂他就生氣 可是我這幾年慢慢就發現 脾氣再好的男人 其實還是要誇獎他 因為他就是會有那個莫名的那種 男人的自尊心 對 你感覺到他忠厚老師 應該不需要誇獎對不對 錯了 一定要誇 對 真的 你只要你不懂 變口頭禪的話就慘了 對 然後我現在就會換個方式 因為他出道比我早 我就會跟他說 老公 有一個節目他這個話題後 你覺得 我是不適合上 我是不適合講 那我該怎麼講 也是用請教的 請教的方式 他就整個回到了20年前 他是我師兄 對 他還是我師兄的那種聲 會不會爽一個他這樣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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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他整個就 整個就交往起來了 他就會跟妳說 他就會散發出他的手法 對 他就會說 我跟妳講 對 他媽媽會說 我在這行這麼久 他就會開始講 我就跟他說 你講的真的是 我之前都 我都不懂 我都不懂耶 真的 不要因為這種 小事情好像 幸福又走了 其實心裡面 並不是很認同他講的 但是你還是要裝的 就說他很厲害 所以好像女生都比較在 要代演這個假裝的角色 好像女生就得演耶 可是我很多女生朋友 她的婚姻幸福 基本上都是這個樣子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 她假跟我們平常 真的 老婆娘 喂 好馬上到 老婆辛苦了 拜拜 然後電話過來 看就是要這樣奉承他 你知不知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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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今天女生都有雙重人 真的 真的 那以前我們就會覺得說 要調整自己 真的是要調整 因為我們以前看完 好假喔 怎麼會這樣 我們要追求真實的自己 可是後來自己每次碰壁 就受傷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說 你看看他為什麼他都沒有事 他這一套真的很有用 超有用 像我老公這一個禮拜去大陸 昨天就打電話回來 就問我說 他去一個禮拜我想不想他 其實我在看韓劇的男主角跟女主角 但是我還是要跟他說很想你 對 對 對 等一下照著那台子 我嗎 你是不是給我 我就是還是要講 講什麼都不懂 好 所以 這是第一個 對不對 約會不要抱怨工作 但是第二個是怎麼樣 怎麼樣呢 我最近應該很愛戴髮戴 我就會問他說 那你覺得那什麼好看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 因為我覺得 而且有時候 男生也要學一點 太過分了 Show some respect 其實穿來穿去後 還是覺得原本那一件好 所以我就穿原本那一件出來 對 結果實際上說 這件好啊 比方那件好 我根本沒話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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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還是要用臉 因為畢竟女生就是 那麼認真打扮 就是為了他 但是等一下 結婚22年能維持 就在下一步 黑人現場傳授 他很泛泛的恩愛秘訣 他有一天買了一顆橘子 第二個是怎麼樣呢 別老談論什麼 女生愛美話題 男生不喜歡講這個 聽得很放鬆 真的沒辦法 講多了就 真的嗎 沒營養 就是喜歡 可是女生最愛這種 沒營養的東西 對啊 一定要討論的對不對 對 可是這個 像Gigi 你們會 你會談論 以前真的會耶 而且都會就是買一堆指甲油 然後每一罐都拿出來 說比比方看下哪一個好看 看九州 他連看都不會來看你啊 我覺得真的就愛美話題 跟女生聊就好 因為畢竟很多男生 他們就真的完全 看起來他們會覺得 都是都一樣耶 對 他們都一樣 他們就會覺得 這你真的不是問過了 然後比如說我最近 很愛戴髮帶 我就會問他說 那你覺得那什麼好看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的 他們看不到 而且有時候 男生也要學一點 太過分了 Show some respect 我那一件換好衣服 要出去 對啊 我今天換好衣服 後來我說 等一下等一下 再等我五分鐘 我覺得我還是要換一件好 換我進去 其實穿來穿去後 我還是覺得原本那一件好 所以我就穿原本那一件出來 對 結果實際上說 欸這件好啊 比方那件好 我根本沒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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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上是眼睛都打開 真的 好棒 真笑耶 對 男生還是要用臉 因為畢竟女生 就是那麼認真打扮 就是為了她 但是為了她 結婚22年能維持 就在下一步 沒怎麼樣 其實我一個五迷活 因為我根本沒換 抓狂 但是不要 我沒有拆穿她 如果拆穿 你看你就是不重視我 你根本就沒有看 你其實很想講這句 我其實很想 我很生氣 那後來呢 後來我壓抑下來 你又要出門了嗎 老師 你自己太脫了啦 感情整個節目讓我發洩 那麼算 沒有 所以到後來她還是沒有 沒有 我覺得我又有壞到板 好酷 可是愛美人話 女生在一起難免對不對 就是你會忍不住 尤其是剩下我們兩個人 在家的時候 要出門 又是比如說 比較嚴肅的約會的時候 比如說跟長輩 你就會把它放在心上 你就一直換 一直換 可是呢 因為有一次 我男朋友很直接告訴我說 寶貝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怎麼穿都好看 你就不要一直在問我了 因為我覺得我們會吵架 因為我說什麼都不對 然後她就說 而且你剛剛穿的跟你前十套穿的 我都沒有覺得哪裡不一樣 然後後來其實剛開始你會很生氣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直接講 我覺得我會非常生氣 對 然後她就會說 但是其實你只要穿舒服自在 你的漂亮就從裡面出來 你不要這樣子一直問我 可是你希望得到什麼呢 就說好漂亮喔 就要稱讚就好 對 然後她就說 你穿這個顏色皮膚好白喔 而且稱讚要有理由 對 一定要好看 要說 為什麼好看 因為這個其實長 因為這個顏色適合你 你一定要搭化 對 但是我試過這件事 就是不管對方講什麼 譬如說我可能換了五套吧 然後她後來選第四套 但我還是會穿我原來的第一套 女生都這樣 對 她就會覺得 你幹嘛問我 如果女生穿出來突然 不想講話 但要叫聲 或是直接碰倒 可以 我覺得可以 她最後一個最好笑 辣喔辣喔辣喔 這樣 好可憐 我明明穿的那種民族 辣喔辣喔辣喔 辣喔辣喔 不是辣喔 不是長群嗎 你太害怕了 你小兒都打電了 辣喔辣喔 我以為你一句頂貨 好不好 不愛美化的浩然姐也會嗎 妳會跟 我覺得談戀愛的時候還好 你知道結婚之後 老公其實更不愛聽你聊什麼衣服包包那類的 對有時候你講 像我曾經跟我老公講要包包 他會回答我說 你到底有幾個肩膀 你需要背這麼多包包嗎 或是你到底有幾個肩膀 他會叫你少買一點這樣 對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很多東西結了婚 其實就是不要浪費 不要買這麼多 那我到後來我就會發現 你根本不用問他 你直接買 直接買了 穿了 背了 然後有時候反而你自己打扮好出門 他會跟你說 你這件是新的嗎 然後我會問他說 怎麼樣 他說滿好看的 然後記得他就會問說 而且他有注意到 記得他會說貴嗎 你就一定要跟他說 沒有沒有很便宜 對 有哪折的時候買的 對 打六折的時候還買的 對 還去銀頭呢 他們說 我看要六萬多吧 我哪有 因為你標籤沒事 滾到職業婦女 已經太累了 趕快 所以你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叫剪掉標籤 然後標籤通常要塞在垃圾桶裡 後標也要剪掉 對 那老公你只要打扮出來漂亮 然後跟他講說很便宜 六折 他就開心了 對 有你會跟廚師聊美的話題 其實我覺得 本來就不用問他們太多 我覺得男生看東西 真的都差不多 可是我會 應該是說 比如說今天我去做 只要換了一個新的 我會開心跟他分享 我今天做一個新的 但是我通常不會深入 我就是只會問說 你覺得上次的好看 還是這一次的好看 因為我就是因為 從這樣子淺淺的聊天 我就會發現他的喜好 像有時候我們會 因為冬天的關係 做比較深色的指甲 然後夏天就會做比較繽紛 然後你就會發現 男生就是喜歡 因為我老公就是喜歡 那種比較浪漫的感覺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他有時候陪我去逛街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說 這個雪紡紗很漂亮 然後但是 其實雪紡紗不太算我的菜 然後我就說 拿起來說 老公你可不可以放一下 那是窗簾 就是他都會看那種類似像 小桿花 白色雪紡 然後我就發現他喜歡那種 很浪漫的女孩子的感覺 所以我就後來發現說 其實從幾次問他的感覺當中 我就覺得他不喜歡我做那麼深色 可能風塵味會不會看起來重一點 就男生的觀念來講 他可能喜歡女生很乾淨 比如說什麼法式的那種 所以我就每次不會問他說 你看我這次貼了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我覺得 他跟我會覺得 那是什麼東西 他看不懂 可是我會問他說 上次的你比較喜歡 還是這次的你比較喜歡 然後我就大概知道他的喜好 好 那我們看第三個是什麼 猜猜猜猜猜猜 很會懂的 對啊 像我之前就是 可能男生會問我說 要吃什麼 今天想吃什麼 然後我就說 我不知道還隨便 你決定就好 可是後來當男生決定了以後 我竟然就會覺得 這不是我想要吃的 然後我就會生氣 然後整場就是 吃飯下來就會不開心 那現在我就其實慢慢改進 就會覺得說 我就主動問他說 他今天問我說 要吃什麼 我就直接說 我想吃滷肉飯 那我就還會順便 直接找好三家 可能好吃的滷肉飯 然後就會直接APP給他 跟他說 你覺得這三家哪一個好 那主動問他 然後就給他決定這樣子 就會避免吵架 這時候算貼心 女孩子 尤其講到吃了這個時候 就根本就是 因為反對而反對 要不要吃一大一大 不要 要不要吃牛肉麵 這麼熱 就是 你知道 一定會這樣 一定會這樣 那你決定 他說 我還覺得你想比較好 類似這種 對啊 你會覺得很煩嗎 我覺得蠻煩的 我就說 那我們去吃小龍 小龍麵包 又是小龍 好 不要小龍 那去吃比較歐美的 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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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一命要吃了 吃了真的還蠻那個 而且還有就是約會 就比如說 因為可能有的時候難得休假 兩個人就可以出門碰 就說你今天想要做什麼 然後就說隨便 然後男生就會想說 千萬不要講說隨便 就比如說可能我想去看電影 或想去走走 我覺得就直接這樣 因為我之前就以前都會想說 隨便 然後後來他就來我家 然後兩個就坐在那邊看電視 看了一整天 然後就超氣 我想說那不是要出去走一走嗎 他就說沒有 就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就直說 要不然他真的不懂 就不懂 對啊 不是常說嗎 如果男生問一個女生說 你在想什麼 然後這個女生說沒什麼 就一定有什麼 對 但如果說呢 反過來的話 反過來問這個男生說 你在想什麼 他如果說沒什麼 我跟你講他真的就是放空 對 男生是放空 你還怕他腦袋真的太空 可是女孩子會繼續問下去 沒有 你一定有在想 你一定有在想事情 我跟你講不要追根據 你真的是真的是很霸氣 這個我也常被問 你現在在想什麼 我說沒什麼 他說你少來 你一定有想什麼 然後他就問到第三遍的話 我說我也在想 我在想 我要怎麼更愛你 天啊 好會喔 很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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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真的很厲害耶 超會的 高招 對啊 不要叫他猜 可是你講這句話 就堵他的嘴 對 他其實就是要聽那個 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你就好 這種 無聊的話 在那邊唐塞的每天 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什麼更愛你 對 我喜歡我的朋友 所以男生跟女生很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習 如何對付男生 我覺得男生 你應該是直接告訴他 你的想法最快 你先丟一個大主題給他 就是你確定的大主題 比如說我今天我不想要吃辣 然後他就開始幫你想 然後你可以順便集中想 你們要怎麼吃 你不要跟他講說都好啊 然後他可能隨時講出一個答案 或是跟你講出這個地方 然後你都說不要啦 人太多啦 我覺得太熱啦 沒有冷氣啦 什麼的 他們就會 而且尤其現在那種 智慧型手機 他可能你在問他的時候 他會這樣一直看 一直根本沒有在聽你 根本不會看 會惱怒 對啊 而且他如果講出什麼 比如說他跟你講 我說那我們想一個新的地方吧 然後他可能突然講出 那我們去吃Kiki 你怎麼跟我想的一模一樣 男生就會 好加分啊 你跟我 我們是 對 有默契 我最近都玩這一招 你怎麼跟我想的一模一樣啊 你真的 你真的可以猜出我想要想什麼 他們就覺得 我可以很了解你 他們就覺得很開心 可是你根本不想吃那一家對不對 就是吃什麼都好 就跟他一起 只要有一個結論就好了 這個好 這是自己的改變對不對 我覺得吃飯跟看電影是最容易起爭取的 看什麼 對 而且每次老公找我去看電影 通常老婆都會說隨便要看什麼片子 可是男人去到那邊就特別不愛看那種文藝愛情 對 一定是軍教片掛碎 對 那我們就是想看文藝愛情 你覺得平常生活已經夠緊張了 還要去看鋼鐵人 對不對 後來就是陸海潛將之類的 然後我老公每次都 但是陸海 好可憐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這一次譬如陪他看了鋼鐵人 你也不能抱怨 你看完還要跟他說 哇 你選這部片真的還不錯 真的很好看 熱鬧了一定不定 對 然後到下一次的時候 我就要跟他說 老公 上次我陪你看了鋼鐵人了 那看完回去都做噩夢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可以看一個 輕鬆一點的 最後戰役 平常工作壓力已經這麼大了 思辨 好可怕 我跟你講真的 思辨太可怕了吧 男生真的很愛看那種好恐怖 對 就是那種炸掉的那種 對 屍體碎掉那種 而且你知道我曾經看到那種片子 我出電影院 我一直覺得旁邊的人走路 最後會變成那個 活屍 會變成蟲 我知道了 然後你換個方式 你太入戲了 沒辦法處理 女孩子就是膽小 你換個方式 因為我發現老公會比較能夠接受 陪你看文藝愛情片 對 就是看電影也是要 要有技巧 有了 我是覺得真的 我也是比較有話指說 因為我覺得男生真的 猜不透女生到底想要什麼 所以比如像上次 剛剛講的東西 我也是會 直接就乾脆提出三個 我比較想要的 然後再問他說 那這三個你比較想要哪一個 因為這三個我都OK 這聰明 對 因為我就覺得 就是直接想三個方式 也不要一個 因為萬一他真的也不想 對 所以我就比如說三個不太一樣 我說這三個我都很想吃 那你比較想吃哪一個 那比如說還有像 因為我老公本身是3C狂 就是他也很愛這種東西 所以那時候剛開始 我們從交往的時候 他就真的很愛送我3C 其實我不是不高興 我也滿喜歡用新的3C的東西 但是男生更換的頻率 比女生快好多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比如說 你收到這新的手機第一次 很開心 可是你並不會想要在半年後 收到一個 只是進化一點點功能的新版 其實女生的心態 只會覺得好辣 我也會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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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因為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我後來是跟他講說 老公我覺得 因為像他那時候就是去年聖誕節 他就是送了我那個5最新的 然後我就其實很高興 因為我上一支手機用了兩年多 然後 但我後來其實在之前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每次你送我很新的東西 我都覺得很開心 但是真的不用更換的太平凡 因為我覺得 夠用就好了 然後我們這個錢可以省下來 我們可以留著出國啊 什麼的 我就會直接跟他說 貼心 對 就是比如說 其實我會跟他分析說 其實我覺得好像 比如說手機大概用個兩年多 差不多 所以他可能就會去推算說 好像 差不多的時間 再來送你這個東西 就不要是三個月或半年後 送一模一樣的東西給你 3C狂的男生滿討人言 我也是3C狂 你也是3C狂 因為很實用 因為第一次 我的經驗是那時候 在交往說 他先送了我iPad 2 然後呢 過沒多久 他又送了我New iPad 大概隔半年 好好的 真的要嗎 不是 你老公是實在的人 真的很好 重點是 對我來講 我看不太出 不是 這兩台 其實我有點看不太出來 差別性在哪裡 後來變成我們兩人 一人用一台 他的目的就是這個 其實常常 他買了很多東西 最後是他在用 因為 我不會那麼新的東西 可是這樣也很好 你知道我老公都送我什麼 今天送我一顆龜花 明天送我一顆橘子樹 我想要愛菜 是 五點 橘子樹 所以 你老公會那邊 五點的人 他很愛 他很愛送花種茶 所以我有說 我喜歡3C 我覺得送我3C 我也會很開心 只是時間不要這麼快 我會覺得太浪費 第四個是什麼 耐心聽他說 別急著否定 這個好動的 沒有錯 老師你不會去否定 師匠講的任何話 真的他說什麼 然後我會 說不對啊 我不會這樣子 那不是我講話的口氣 但前一陣子發生了這件事 為什麼 類似講哪個話題 沒有 我們看電影 那師匠很喜歡看抑制片 就是鬥志的那種 所以我們看了一個 台灣人好像翻成 典影行蹤 你知道嗎 就是Gary Oldsman 不是不是 另外一個 就什麼Tinker soldier talent spy 你看反正一個很冷門的 很難的疊影片就對了 通常我都會看得懂 而且我們看電影喜歡前 最後面角落 白天沒有人的時候 你要幹嘛 不是 沒有人要幹嘛 這個是搖滾區 不是人幹嘛 只是我看電影也壞習慣 我喜歡一直講話一直問 我反正比較慢 會跟不上 我會一直問 那個誰到哪 那個什麼到哪 這個真的要角落 不然前面說 小姐妳問完了沒 看了半個小時以後 我已經看不到 事實上在旁邊一直跟我講說 那個他現在就是誰 他現在要去巴黎 因為他的總管叫他去做什麼 然後要設一個局 然後他一直跟我講說 你不要講了 你不要講了 我聽不懂你不要講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在聽嗎 你看這裡是關鍵 很耐心喔 對 我說我不要聽嗎 我覺得女生真的很容易這樣 因為 那邊當家庭劇院對不對 都顧慮到其他人的感受 沒有哥更討厭的是 我就不要聽 我從頭到尾那邊生悶氣 升到最後終於演完了 因為完全看不懂 你覺得沒面子 還是你覺得當初就選錯片 選錯了 遺憾 所以後來回去以後 實際上去租了DVD 在家裡從頭陪我看一遍 然後亭格說 這裡那是誰 好有內心喔 真的 做教育的就是會演 好有內心喔 春風話語 怎麼去 整個也太有內心了吧 有叫無淚了 你看 包丟滿的這種學生 對 後來看了第二次 我終於看了 後來我們最後總共看了三遍 那電影值得看 後來他在成品看到這本 電影的原文英文小說來了 又買給我 又買給我 又買給你 有種沒完沒了感 這部戲是他的猴子嗎 就已經覺得很難 他就覺得說 你的腦袋 我一定要解釋到 你真的懂 為什麼當時我解釋你不懂 他真的好愛這部電影 對啊 這個算是很棒的 原文小說 像老伯要很有耐心耶 對 可是不要急著否定這件事情 浩然姐 之前應該常犯狀錯 我跟你講 剛講到橘子樹 因為我老公這幾年 他就很愛種樹種花 他專演哪一種樹 都種 這個興趣是你在交往前就知道 不知道 而且是這幾年 年紀慢慢大了 他就覺得想要退休過那種田園生活 他有一天買了一棵橘子樹回來 很開心的跟我說 我老闆說兩年後就會結橘子 我就回了他一句 我說 你如果種的活的話 果農都不要活 你否定他的 你是把他的 而且你把他熱情澆熄 這句話好聽喔 他吃橘子本來就沒有那麼好長啊 那要有 但是他就是期待吧 他擠在那種結橘子 我被感受到他 馬上我要讓他醒 因為我要知道 台北市的陽台 怎麼可能那麼容易結得出橘子 荊棘可以 因為他是那個很甜的橘子 真的 碰乾那種 對 我是要他洗 你看 你夠貼心的話 你隔兩年後 你自己去買錢把它黏上去 我就忍不了兩年 因為我知道不會長啊 重點是交了半年之後 真的有慢慢在發芽什麼 發芽 我發現我真的話不能說死 對 不能說 對 因為這樣你拉不下臉 你是不是去破壞那顆樹 要拿剪掉 好壞喔 什麼菜台你知道 不要那麼惡毒好不好 臉子拉不下臉 這小孩去拔 那幾個橘子拔下來 這小孩去拔 我沒那麼壞 但是我勇於認錯 他有一天在交話的時候 我就走到陽台 我就跟他說 好像真的有在發芽咧 我說我那時候講 好像講錯了 對 我說可能是品種不同 我之前看到不會長的品種 可能是另外一種 對 奧根哥 對 我期待你搜出來的橘子可以吃我 因為我不能讓 讓覺得好像我錯 因為我也是愛面子 對 我就跟他說 好像真的會長喔 他就說 對啊 你看已經發芽了 那老闆說 再怎麼樣怎麼樣他就會長 我說 那這樣再過一年半 這個態度就對了 這個態度就對了 沒錯 然後就可以摘橘子了 他就整個就忘了 心花怒放 對 他就忘了我之前 講的那些話 要轉回來 對 我曾經就是去陽台 看到那個新苗 我一度想要把它剪掉的 不要 因為畢竟我們也是人 忍不住 做了一些否定或沒有禮貌的事 還是要轉回來 而且我跟你講 就是耐心在講話這件事情 我有一個很大很大跌過一次腳 就是說他在朋友面前 在跟你滔滔不絕的時候 你千千萬萬的不要打斷他 對 你不能斷他後路 你就知道真的 真的 那我尤其是比如說像 我們 那你跟他的車 他跟他的車 我們走什麼路什麼路 你千萬不要打斷他 告訴他說 沒有 你可以前面右轉就好了 對 問路這件事 最基本的 他會馬上 上車 我跟你講 你講的好恐怖喔 瞬間變成綠巨人 好可怕 大爆炸 你真的要讓他耐心聽完 你要聽完他 怎麼走 怎麼走 好 我知道 然後沒上車 一上車你才細細的說 欸 伯母我們好像 可以這樣走喔 好像可以對不對 你不要跟他很直接跟我 你這邊可以右轉 這差很多 他就說 對耶 我怎麼沒想到 他說 對…以後我們可以這樣走 他就 好啊 以後可以這樣走 就他也會知道你的意思 然後你又可以耐心聽完 給他面子 然後又在朋友的面前 他又會覺得說 我是可以控制 所有一切 對 再點 好 所以四點要注意了 最後一項什麼 讓他發揮別什麼事都懂 對 你不覺得從頭到尾 男生就是愛面子 還好吧 欸 我是覺得還好 事實上比較愛 因為我的個性 我什麼東西很喜歡自己做 而且我很急 譬如說家裡燈泡壞了 我就跟老公說 老公燈泡壞 他就說那我等我晚上回來換 我就等不及晚上 我就會一定下午就要把他換好 放過去 對 那換好之後 有時候我爸爸媽媽來 你又會愛謝 你又會喜歡在老公面前 跟爸爸媽媽說燈泡是我換的 真的不能這樣 那你知道娘家的爸媽就會 你為什麼有這種 骨子裡會有這種血液 不是 因為有時候你就會覺得 女孩子能夠換燈泡 就覺得你很厲害 希望爸媽能夠誇你嘛 那每次講完我爸就會很生氣的 就會跟我老公 完蛋 凹掉了 對 老壯人這樣講 因為爸爸會心疼女兒 他覺得說燈泡不是應該 你老公要換 其實是因為我個性擠 所以擠不到晚上 你這事件我可以了解 因為我曾經那個燈泡等很久 對 你就覺得沒有換好很難受 因為我真的等過 但是我跟自己講 我一定要等他回來換 不能自己換 問題出來是 你跟你爸講 你爸如果這樣當面 他那個臉色 一定應該是很尷尬 對 我老公就覺得說 我為什麼每次 我又要搶著做 搶著做完之後 我又喜歡在爸媽面前去邀功 然後讓他很沒面子 所以上禮拜那個 電燈的開關壞了 我就沒有換 因為我不會換 我就跟我老公說開關壞了 然後我老公拖了一天 我還是忍住了 我原本要叫水電來的 我說不行一定要讓 等到第二天 我說老公那個開關壞了 他就去買回來 你知道那個開關其實應該很簡單換 但他換了快兩個鐘頭 那汗一直滴 電到六次 什麼 而且這時候你絕對不能跟他說 這麼簡單 你怎麼換這麼久 不行不行 換了兩個多鐘頭 他終於換好了 然後換好之後 你還不能說很久 你還要跟他說 辛苦你了 你好厲害 換好了 他好開心 那個汗滴到像跑了二十圈一樣 這樣也好 這樣做運動 我忍住 我忍住 不做家事的 哇 你老公呢 我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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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呢 我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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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一般的事情 可是我就讓他去訂飯店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這次的飯店 因為他就說這次會比較辛苦 因為每一天都要換飯店 我說為什麼 他就說 因為他是用什麼什麼網路去訂 然後我說 因為我們住的飯店都還不錯 然後我就說 那這樣訂一天要多少錢 然後他就說 我都是去看那個Hotel.com上面 然後他因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特價什麼的 所以我們今天住這個 因為他今天有特價 我覺得剛好特價 對 然後說什麼只要三千多塊 我就說 哇好便宜喔 我說你好厲害 怎麼會 就是知道要在上面 他就說 所以你每一天 可能都可以買到不同特價 但是都可以是好的飯店 其實都很近你知道那個點 可是我就說 像我們這樣換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 嘗試到不同的地方 然後我們又去找了一些比較好吃 那因為他懂日文 然後我就會說 真的 我覺得你超厲害 好多網友都一直問我說 我們到底去哪裡玩 他就說 我們的行程好棒喔 哇 因為就是一般人 就是讓他報回可能 對 他就會很有成就感 比如說 因為住的地方 然後我又不懂日文嘛 完全真的去那邊 就是一定要依靠他 對啊 比如說 我想要買什麼 然後我說 那我們現在去哪裡要怎麼走 我根本看不懂啊 全部都日文 然後也要溝通什麼的 大明星家裡是什麼狀況 這五點有沒有發生 那一定肯定就是發生 男生有時候多擔待 因為 常常也發生了以後 也會去成品找一些書籍 好像是五姐 就OL嘛 現在可能也試婚年齡 然後如果這些 可能稍微交往以後 做調整一下 會順很多 剛剛老師講得很好 就抱怨變請教 男生那個感覺也比較舒服 我覺得我是真的笨蛋 因為演戲也演不了多久 也不可能像橘子儀 壓抑那個怒火 所以我覺得女孩子 能夠愛情什麼 情場職場都得意的話 最好就是不要什麼都會 不要太強 我後來發現我自己 你一手懶 你都會 那你真的都不會 他也就只好搶起來 對 因為我老公就跟我講說 為什麼你都不讓我幫你 為什麼你要這麼辛苦 每次後來我發現就是 其實女生在職場上面就是